哈喽双宇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双宇座的朋友们 2021年3月1号到3月15号 双周的能量运势排大解读 那特别也告诉大家,这个是大众能量的排大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你一个人的状况 你只需要呢,按照你目前现在可能有更多事件 或者是发展的一些相关的事物 去做一个对你有用的讯息的一个截取 这样就可以了 顺便告诉大家,这个呢,虽然是定在3月1号到3月15号2021年 可是呢,其实能量是不断变动的 所以呢,有可能这件事情你已经经历过 或正在经历或未来会经历 所以我都会建议正在收看影片的这个你呢 有可能呢,你可以两个月之后回来看看 或许这个讯息会对你是在未来是有帮助的 然后,所以其实所有的排大解读 最终它都是这个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这样子 好,这是一个让大家正在如果有兴趣看这些排卡解读的朋友们 一些小小的提示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看这个宇宙在这两周有什么样的讯息要告诉双宇宙的朋友 首先呢,这一张第一张排卡也就是你这两周会面临到的状况 那接下来这三周排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 那在这件事情的隐藏过程 这事件的过程当中 你看不见所隐藏的是这一张底牌 也就是你的命运之轮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变化吧 好,OK 我们来看一下双鱼座的朋友呢 OK 按照这个目前排面上面来看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是在思考一件事情 你该不该再继续投入 不管这个是一段关系 或者是人事务 请你们自行套用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 是不是该值得你继续去投入 因为你觉得好像对你来讲 你有点觉得负担有点过重 很像是你一个人自己在扛着这件事情 然后在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好像一直不断的有这种来来回回的一些冲突 对 有来来回回的冲突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讲 是一个负担压力的一些状况存在 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说 你该不该再加码或者是投入在这件事情 那现在的状况有点像是说 你已经觉得你想要结束这一切 你想要回到原本你开心快乐的样子 或者是没有这个负担好了 类似这样我就简单这样说 所以你现在正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些纠结 有一些挣扎 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为你带来太多的压力 你付出太多你觉得你有点不堪负荷 但是在未来之后 未来的这个能量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 他们说这个感觉能量 这宇宙给我的这个讯息有点像是解答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用解答这两个字 解答可能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的真相或答案 类似这样子 然后呢你会 嗯 他们说说你这种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受伤 对 他们会可能认真相就会有点像是 我早就知道 我觉得真的那样的感觉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子 哈哈哈 类似这样子 我不是在笑你们 我是在告诉你们说 啊 你有点像是这样子 啊 我得知道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有点像是 就是你早就看清这件事情是这样了 只是有点像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 有点像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在过去还有现在的能量当中 很果决或果断的直接就 嗯 可能就比如说说哈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整个人就退出也好 类似这样子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 就是其实你自己已经看到这个结果 然后 嗯 只是你现在有点 我觉得啦 有点不愿意面对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这个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但是 但是 双鱼座的朋友 请不要因此感到伤心绝望失落 因为我告诉你 你看不见的就是这个命运之轮开始转动了 原因是什么 呃 你宇宙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要我告诉你 当你放下这些东西 你的命运才会开始转动 所以不要觉得 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人看见你心情的付出 宇宙好像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公平的交代 我觉得这个是宇宙要我告诉你的讯息 你会因此开始改变你的命运 好不好 来吧 让我们来看看宇宙到底要怎么样改变 双宇宙朋友的命运吧 好 我们这一幅牌卡是专门呢 呃 是来呃 抽这个验证牌卡 然后看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给你 还有一些验证讯息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你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也就是这个前臂期 好 ok 那看一下这一张验证牌卡是什么 真的觉得好像要换一张大一点的桌子 你看吧 双宇宙的朋友 我告诉你 不要因此就垂头上去 哈哈 为什么呢 好 让我来跟你解释好吗 呃 为什么会说你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 你现在遇到的状况 好像就是你已经开始在犹豫 你要不要继续投入或者是付出 原因是因为你想要的是这一场的胜利 你懂我为什么 比如说你投资这个案子 你想要得到你该有的回报 你投资这段感情 你希望你们俩的是超好的方向前进 或者是你追求这个女生 或者是你追求这个男生 你希望他能够答应你 或者是比如说 呃 你现在正在去应证一份工作 你希望你可以得到得到这个胜利 或者是你想要去争取这个升迁 你希望得到这个胜利 因为你对于呃 宇宙给我的正能量的印象是 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很高 你付出的努力 跟你所呃 就是所期望的东西是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你人生 很大很大的一个呃 希望吧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说 你很希望你今天去联考 然后你可以考到台北第一志愿 类似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很努力的付出 你很认真的读书 然后日以继业的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考到 比如说台北医学院好了 他 这就是你第一志愿 这是你想要获得的胜利 类似这样 如果你才是个学生的话 好吗 我觉得你为什么会觉得 你要不要再继续付出的原因 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 抱有很大的希望 所以你不断不断不断的在投入 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你过去的这个能量场 呃 宇宙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要给你 很快哦 一次就出了四张牌卡 那我们来瞧瞧吧 双桌的朋友 哈 没有错 我告诉你双桌的朋友 你不要觉得这边是一场 就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 就是灾难或磨炼 我告诉你 你抽到的都是非常好的牌 OK 哪有就是你知道 不断一番寒侧骨 焉得梅花铺鼻香 对吧 好吧 告诉你抽到这个太阳大牌 就是所有的牌 整部牌卡里面最大的大牌 然后呢 但是 我也要先告诉你 你也抽到了塔牌 所以呢 我刚刚是不是有先讲 还没有翻牌 还没看之前我就先讲了 如果你不断一番寒侧骨 你怎么会得到梅花铺鼻香 是不是这样子 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解释的这个牌卡好了 嗯 我觉得 你现在 这张牌卡 他叫我先 那个宇宙叫我先拿这两张牌卡 为什么我会刚刚讲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已经是一个负担呢 我觉得你现在面临到的这个状况 不管是人事物也好 你觉得他已经快要成为你一个负担 你觉得你已经快要竭尽你所能 然后你好像快被炸干一样 你就是觉得说 你好像已经快要到了你的极限 所以 你现在已经开始在思考 我要不要继续这么做 因为呢 我告诉你这一张呢 虽然是一个钱币试者 可是我告诉你 请你认真看一下他的脸 是不是很不情愿 这个有点像是说 我手上这个最后的筹码 是还要再投进去吗 因为这是最后一颗了 再投进去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旁边这个权杖石就是 兄弟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哈哈哈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旁白非常的有趣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影视呢 也就是这个Hermit 这张牌卡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呢 躲在一个角落 你知道吗 你正在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呢 我为什么会说 一刚开始这个牌卡 有点像是你已经开始在思考了 你能不能够再继续付出 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 一付出就全力以赴的人 所以你现在有点像是在帮自己踩刹车 你会去想 这个能量有点像是 你感觉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然后我是不是好像没有想的太清楚 然后就不顾一切这么做 类似这样子 然后 对 这个能量是这样子 我感觉是这样 没错 然后所以呢 你看哦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Tower Moment 所以我觉得在过去 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件事情当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曲折转变 导致于你现在有点想要喊咖 你想要停下来 想看看 那是不是要继续再往前 但是因为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你对于这件事情 你是希望得到胜利的 你是希望一切能够像这个太阳牌卡一样 这么样的顺利 然后得到你想要的目标 然后朝向你想要去的方向 然后收获到你觉得应该是属于你的实质上面的回馈 你觉得你想要的都是这些 你内心 这些都是你内心呈现出来的状况 而且你是真的全力以赴 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场上面当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两周目前的这个能量 OK 我刚看到一张牌卡不自觉的很想笑 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为什么 好 第一张解释牌卡是圣杯四 双鱼座的朋友们现在的情绪非常激烈 好的 好 然后再出现一个圣杯骑士 OK 接下来呢 我们出了一个这个大家最喜欢的 嗯嗯嗯 前第一 好 来吧 嗯 我觉得这三张解释牌卡有点像是在告诉我 就是 先给你看这个吧 好 这边有一个圣杯三 啊 然后我们要抽到一张圣杯四 好 从三到四呢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点觉得你投入之后 你现在放下会不会太可惜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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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结吗 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在纠结我还要不要再继续把我 你看哦 最后这一个圣杯 投入在前面我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是会朝向我希望的方向前进 这件事情 好给你看一下 你希望你得到这个胜利 你希望跟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 能够值得你庆祝 然后这三个圣杯你已经投入了 剩下最后这个圣杯 在这个角落 你看有一个人手上拿着这个圣杯 你也接着这个圣杯 你在想 我还要继续这么做吗 这件事情值得我再投入这个圣杯吗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考虑这件事情 好不好 不管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他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建议双鱼座的朋友们 不要被你这个双鱼座的这个 我不觉得双鱼座是一个很情绪用事 我觉得有些双鱼座是很聪明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理智 鱼座特别讲把你的理智跟理性拿出来用 ok 因为呢现在你有点像是回到这个双鱼座这个 的漩涡里面了 所以你现在开始有点对于这件事情 你开始会 我不会说你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想 但是你有点像是开始在担忧这件事情 所以你开始在盘算 你开始在考量 你开始在觉得说 这件事情要不要结束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看哦 你现在就是在这个犹豫的这个过程 原因是因为你看你这边 刚刚我们有讲嘛 你要不要再把这个圣杯投入 然后还有 这是你最后一枚钱币了 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这位先生正在想 最后这颗钱币是要投进去吗 但是这是我最后的身家财产 最大的这一颗哦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在想 这颗如果真的投进去 就是说哈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现在在做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 双宇宙的朋友真的要好好的去想一下 跟思考一下 然后呢 现在这个能量排卡 还有另外这一张 多出来这一张 我觉得这也是来的非常的刚好 我觉得宇宙就是在跟你验证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说 这有可能是你即将要奋力一搏 你正在踩刹车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我们刚刚有讲嘛 这个人在思考 要不要再投入 还有我可以感觉到这个能量不是只有实质上面的投入 包含情感上面的投入也是 就是你情感跟实质上面的付出 你都在付出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一段关系当中好了 比如说你给对方金钱上面的资助 你给对方感情上面的资助 你是身心灵全面 投入的那种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双云座的朋友们 一投入是的确真的就是整个给他聊下去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你现在这个决定很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思考 或者是要踩刹车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你是在实质跟情绪上面 都是全然投入的那个人 所以这真的对你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个考虑 好吗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两张牌卡要特别指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哦 这个呢 圣杯骑士这边角落有一个圣杯 对吧 刚刚这个女生旁边也有一个圣杯 对吧 这就是你最后的情感哦 这也是你最后的筹码哦 那你现在就是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要去思考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前进 你要把这件事情做一个结束 还是说你要继续投入这一段关系 或投入这一个投资 或者是朝你现在这个目标继续前进 你现在就是在纠结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未来两周的能量牌卡的这个解释 嗯 做个 验证牌卡 这么快 嗯 好的 OK 我的天哪 这一次跳出这个 五张牌卡 嗯 宇宙跟我讲说 先拿这一张就好 其他我们再抽 全部跳出来的我就不拿了 好吧 OK 对他们说再一张 对没有错 这样才是对的 他们说刚刚那这个一起跳出来的 不是要给你的牌卡 这样才是对的 没有错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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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就是对的 唉 我只能讲说双宇宙的朋友们好可怜 而且我跟你讲 我认识的双宇宙就是有时候呢 他们陷入在自己的世界之后 就是很难会再跑出来 除非他们愿意出来 所以现在我要跟双宇宙的朋友们 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思考 先把你感性的层面那一面先把它拿掉 你要先用理性去思考 原因是为什么 你要去看 接下来这个解释牌卡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第一是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进入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 你看你刚刚这边有一个权杖石 又有一张保健酒 你对于这件事情 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坐立难安 寝食难安 还有身心灵都不安的状况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管你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你非常非常的想要把你孕孕的这一件事情 能够视朝向一个好的结果 你知道这个你所心想的太阳 就是你现在正在孕孕的一件事情 好OK 然后呢 宇宙又有给我一个能量是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感性 就是在情绪还有实质的投入 都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多太多 这个能量有点让我觉得说 你有点已经像是在 如果在投入 你就是众生一体 众生一药 你就是赌一把 就是有点像是赌一把 所以你心中一直抱着这个希望 你想要从这个悬崖跳上去 可是你用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等于是说你对这件事情 你投入很多 你可能也很受伤 你可能也觉得说我该做的都做了 可是你心中保有一丝希望 你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明朗化 有一个新的开始 或者是能够让你看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 也好 因为你想要众生一药 你想要 看看你投资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 因为这已经是你最后最后最后的底线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如果你现在有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折 或者是改变的话 我觉得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真的要好好思考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在隐藏的这个命运之轮到底是怎么样的命运会 为我们带 为双鱼座的朋友们带来一些什么样命运上面的改变呢 让我们来看看 超快的 好的 双鱼座的朋友们 我告诉你 宇宙真的没有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要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讯息 请你注意看你刚刚有抽到这张牌卡吧 让我们来看看两张一模一样的保健衣 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理性清楚的思考 跟衡量 还有权衡 甚至听取别人 他们特别讲 甚至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有可能你这个是有牵涉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 或者是一些合约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比较法律的问题 你一定要参考专业人士意见 或者是你现在 他们有特别给我一个讯息 或者是你现在身心能量受到一个纠结 我们会建议你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例如说心理医师 或者是比如说看有一些什么疗愈的方法 能够帮助你 能够离开现在你觉得这个 你没有办法做决定 或者是你需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之前 你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专业的协助 然后达到一个清晰明确的看法之后 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或者是你已经准备好做下一步 有一个能量是你一定要真的想清楚 思考非常顺秘再去做这个决定 原因是为什么呢 这个保健一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它也代表一个切割 所以有可能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你必须要能够割舍一些东西 切割一些东西 厘清一些东西 重新一段关系 或者是能够展开一个新的合作 你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两张保健一才会同时出来 这是宇宙再一次要跟你验证 还有他们说呢 这个命运之轮呢 代表说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你的命运整个会被大翻转 大翻转当然不是说多夸张的那种 就是你知道吗 我不是想要把它戏剧化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后面所有的事情 就会开始为你展开 所以你做的这个决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一直重复告诉我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思考清楚 想清楚再说 好吗 然后他们特别叫我指出 这一个保健一 你要看哦 这是一个女生嘛 对不对 先有一只小乌鸦 这个乌鸦代表 这个现在 环绕在你头上 让你很心烦 或者是让你很纠结焦虑的 这件事情 可是呢 你正在一步步 一步步的盘算 思量考虑 就像是这个阶梯 你从这边一步步走上去 它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旋转 然后呢 旋转之后 你会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 有一个明晰的 这道光芒 或者是比如说 你寻求别人的建议之后 你就知道 你该往哪个方向 接着这张保健一 就会为你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你的命运就会开始 因此而转动 然后呢 他们还叫我特别拿出来 这个给你看 来吧 不要说宇宙没有在认真的照顾你 请注意 好吗 请注意 为什么会说这个决定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决定一定是 牵涉到别人嘛 对不对 你做任何决定一定是多多少少 牵涉到自己跟别人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让我觉得对方也在看你怎么做 或者是你合作对象也正在看你怎么做 原因是因为 你注意看哦 你刚刚已经抽到一张 这个 权杖6 你的底牌又是一张权杖6 你现在正在衡量 如何去做 能够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 比如说你不会损失太惨重 对方也得到他想要的 比如说这件事情 你做出了这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很明确明晰 明晰的这个决定之后呢 你们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 然后得到你想要的胜利 还有或者是这一段关系 会因为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你们两个愿意能够结合得到 互相 比如说互相都满足彼此的需求 或达到对方的要求 然后朝向一个胜利的方向去前进 所以我觉得 这件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如果双鱼座的朋友你愿意分享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而且一定有牵涉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们都希望达到这样的胜利 两个人都可以很开心快乐举杯庆祝 然后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双鱼座的朋友们 嗯 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转变 好 我感觉的呢 宇宙叫我再抽一张牌卡 给双鱼座的朋友 让我来瞧瞧 这张是宇宙给你的建议 呼呼 来吧 OK 这一张呢 是那个 也就是那个叫什么 突然那个叫什么 宝剑侍者 对 宝剑侍者在这里 宝剑侍者呢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即将要变成这一个 嗯 大宝剑 你原本是一个拿着一个小宝剑 现在想要变成一把大宝剑了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正在厘清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说请你先不要急 请你先不要 呃 一条这么细的杆子上面 两边是个悬崖 你做错任何一个决定 都会对你影响很大 因为你的命运会改变嘛 可能这件事情结果就会变成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当然我们不是要就是去吓你说这件事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而是要告诉你 你如果做了这决定的话 那你要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 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个决定 你要能够为自己负起这个责任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保健试者呢 也有一件事情 特别要我跟你举出来 他们叫我再拿这张牌卡 OK 他就说呢 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可能牵涉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这边有两只小鸟 这边有两个人 上面有一只鸟 他们说呢 这件事情有可能你做出一个决定之后 会影响到双方 甚至是对另外一方有非常 嗯 不是只有我的感觉 这能量是不是只有你的人生会改变 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可能也会受到波及或者是改变 所以才会说你对于这件事情要有很 要深深的去思考之后再做出一个决定 最后 他们说双宇宙的人再抽一张牌卡 双宇宙的 双宇宙的朋友 嗯 宇宙是真的对你很造成的 好了 这张牌卡 OK 你看吧 他们说 你已经非常接近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了 所以不要急 双宇宙的朋友们 你已经快要接近你想要的这个胜利 你懂吗 这个你想要的胜利 你想要的这个光明的未来 已经慢慢在朝向你前进了 只是需要你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OK 好吗 我希望双宇宙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这个决定或许对你们很重要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一句话 相信你自己就是最高的信仰 你有任何 比如说想要做的决定 参讨别人意见是对的 但是最终你要相信自己 能够做出最明确对你最有利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两周要给你的最重要的讯息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要给双宇宙的朋友们的讯息 如果跟你现状有符合的话 请你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也欢迎你跟我分享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拜拜